新华天然气公司也已经开始上门逐户排查用气隐患 今天就从您家的天然气软管查起 据统计4月份以来 新华天然气公司开展了70万用户户内安全检查活动 目前已有13万用户接受了检查 其中接受检查的5万多户家庭用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气隐患 有80%以上的隐患都是来自造具的软管 而客户包裹燃气表管道及私改管道 占目前检查存在问题总数的9.68% 今年以来因使用不当而发生严重事故的就有四五起 为了保证广大天然气用户安全用气降低用气安全事故 先秦华天然气今天走进社区免费更换 带有安全隐患的造具输气软管 今天检查发现的交管里边有很多有问题的交管 有的用户使用的是天然气的非天然气专用的交管 这是一个水管 但有的人拿来做天然气的软管 用起来非常的危险 还有很多交管 比如像这个交管 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 它已经老化 而且已经没有它的任性了 很容易的发生怒气 在现场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还演示了正确安装软管的方式方法 凡是西安市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民用客户 存在交管使用两年以上 存在老化破损等安全隐患或者使用非天然气 实现让市民和政府满意的目标 都市快报记者南如捐报道